明明是湯, 為何會叫茶? 帶你去肉骨茶發源地巴山港 嘗嘗正宗肉多過湯的馬來肉骨茶 樹上熟的熱帶水果 我們一於即責即食 特產乾巴榴槤, 型號有二百多個 到底哪種才最划算最好吃呢? 每天有食神, 遇上你一起吃 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北夜天 二十四小時經營的美食中心 真是越夜越旺, 越夜越熱鬧 這裡有超過七十個檔口 經營小食各具特色各有風味 看見都流口水了 難怪韜韜要帶我來這裡趁熱鬧 順便吃完宵夜的說話 韜韜, 我想吃屍堪 以前香港的大大地, 廟街都很多人吃 後來因為污染, 所以少了人吃 不過你看這些, 這麼結白, 這麼乾淨 可以試試看 好, 怎麼做? 一般用來搓, 搓十秒就夠了 緊緊, 多過水就可以吃了 韜韜, 你看多新鮮 醬汁還在裡面 對, 蘸辣醬和甜醬一起吃 兩個一起蘸了 對, 拌一點 來, 鮮甜, 真棒 很鮮甜, 肉很爽 對, 在香港我不敢吃 韜韜在炒什麼? 他在炒麵線 我來西亞有很多福記人 而麵線是福記人的食品 那他炒得厲害嗎? 當然炒得好, 你看他 每次都拋得上鍋子, 不會成餅 很緊張, 即使炒得爽脆 很嚴重, 你不要看笑 如果手慢, 就會焦底了 熱了, 快試試吧 好 好吃, 又夠乾淨 夠軟, 但很爽脆 我不會一平一平 很棒 很棒, 有臘腸、蝦和芽菜 很爽口 而且味道配得很好 辣椒的味道很棒 偷偷 來到馬來西亞 當然要嘗嘗地道的肉骨茶 這炒得挺香的 吸引 豬女兒, 你知道嗎? 肉骨茶發展到現在 已經有包裝的肉骨茶 凍的肉骨茶 加辣椒的肉骨茶 還有加胡椒的肉骨茶 這很明顯是我們喝的東西 比肉骨茶多的肉骨茶多 上去嘗嘗的肉骨茶多的肉骨茶 當然是嘗嘗 我嘗嘗 巴生港 是馬來西亞其中一個 歷史悠久的主要港口 從吉隆坡開車來 大概四十分鐘車程 這裡有些街道 仍然充滿懷舊風味 韜韜, 我第一次來巴生 原來這些建築物挺懷舊的 不僅, 這裡還是肉骨茶的發源地 你知不知道以前在這裡 住了很多福建人 大部分都是在碼頭 從三輪車夫搬運工人 你知是體力勞動 他們沒什麼補身 所以平時他們用藥材煮肉骨 用肉骨湯來補身 但是你說叫肉骨湯 我們現在叫肉骨茶 其中有一個叫李文地 賣肉骨湯賣得很有名 人家連店名字都不記得 每個字都叫它 肉骨地、肉骨地地地叫它 你知道就像豬肉鳴、鰻魚腥 叫叫叫, 肉骨地、肉骨地 你知道福建話 跟地和茶字同音 巴姑爹…叫叫叫就變成肉骨茶 其實肉骨茶或肉骨地 應該是人名 後來叫叫就變成食物名 沒錯, 這個故事 在巴西網博物館也有記載 我也有一個人肉博物館記載 我不用去, 找東西吃 我建議就像新酒骨 般任天 類似 quad榮 紙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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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im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麼多, 流失了一點點 有一點, 你有留意嗎? 煲是圓的 是… 道理就是這樣 第一, 慢慢煲 它不會滾出來, 汁就沒有留在這裡 第二方面, 煲圓的道理是怎樣 在科學解釋裡面, 就是對行式 在圓邊的熱力在加的 從側邊走上來… 不斷在它循環 蒸氣在鍋蓋上, 又放進去 從而將熱力達到每一塊豬肉裡面 每個所受的熱力都均衡 就不會是一塊軟, 一塊不軟 還有一件事 煲出來的汁不斷循環的時候 放進豬肉裡, 匯回到豬肉裡 令豬肉不會塗膩, 一樣有味道 而且不會煲底的入味 煲面的就不會那麼入味, 對吧 這樣也知道很厲害 你為食會知道, 想知道怎樣煲 又有一頓肉骨茶出爐了 這裡的肉骨茶, 早上只賣三大餐 晚了就賣光了 所以難得來到, 又剛好肉骨茶出爐 肚肚肚當然忍不住要再添食了 你買了 你買一杯茶 豬女, 你知道嗎? 我們西亞是熱帶的地方 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還有, 又沒有颱風 下午就下雨 你吃完生果核, 煲出來的時候 到五點鐘左右, 有人幫你淋水 幾年後又有一棵果樹 簡直就是天然的果園 所以就有齊我喜歡的葉帶生果 香果, 大樹菠蘿, 山桌和榴槤 你掃漏了一件東西 什麼? 還有紅毛丹 這麼醜, 好吃嗎? 當然好吃 樹上熟的都是很清甜的 就算樹上熟, 我也摘不到 你想吃我就有辦法了 馬來西亞是紅毛丹的原產地 紅毛丹樹在這裡非常普遍 這些掌滿有軟翅 形狀有點像雞蛋的紅毛丹 在發育期間是青綠色的 到了每年六至八月的成熟期 果實就會因應品種 轉為紅色或者黃色 這些變成紅色的紅毛丹 韜韜說可以吃了 豬女…你幫忙 是, 點… 我盡量拉它下來, 你們幫忙摘 好, 拉低一點可以嗎? 可以…拉低一點 紮邊一點, 紅色 你喜歡哪個紮邊一點 這些樹上熟的可以吃了 很多, 你要多少? 快點拔, 很沒力氣 是不是紅色的? 是, 紅色的 來…紅色的 不是, 在樹丹裡, 來… 我拉低它 很重, 好了… 很重 有很多東西嗎? 對, 這些很漂亮的, 看 這些很漂亮的, 試上熟的 什麼來吃, 試試看 很清甜的, 像雞蛋一樣 對, 很大顆, 很鮮型 好吃 香港也沒那麼漂亮, 香港也是焗熟的 這些很清甜的 很清甜的, 真的很甜 是清甜的 讓我剩下一顆 可以嗎? 真的沒得到, 清甜的 很爽 香港吃的, 很多時候有點酸酸的味道 但這些炸得很清甜的 吃得很清涼 吃得很涼, 吃吧 別忘了我炸得這麼辛苦 下一回合, 好嗎? 豬女兒, 有沒有看過樹上的榴槤? 沒有, 平時生果檔的就見得到 榴槤這裡, 四處都是, 你看 對, 後面 馬來西亞的榴槤, 很棒 但我平時在香港也吃得到金枕頭 金枕頭的是泰國榴槤 而泰國榴槤是樹上生窄下來的 在運送途中, 經過一個星期十天 來到香港就剛好餓熟了 以馬來西亞的榴槤, 就算你生窄下來 做爛的也好, 也不會餓熟 所以在香港就沒機會吃到馬來西亞的榴槤 那豈不是好吃很多嗎? 當然了, 要不然需要山長水園帶來這裡吃 還有很多品種 那快點走吧, 別說了 廣東人有一句說話 就是一隻榴槤三隻雞 榴槤含有豐富的蛋白質、澱粉質 脂肪以及多種維生素 營養價值比一般水果高 食量進食, 可以滋補有益 所以贏得果王的味譽 在馬來西亞, 無論氣候、環境、土壤 都適合種植榴槤 所以榴槤也成為當地的特產 現時, 品種有超過二百多個 每年, 馬來西亞還會定期舉行榴槤大賽 農民非常踴躍參賽 他們會挑選品種優良的榴槤樹 通過接枝的方法進行移植 培植新品種參加比賽 勝出的榴槤經過註冊之後 就會成為國家確認的新品種 韜韜, 種一棵榴槤樹要多久? 一般新種一棵, 十年有果 大約會比較快, 接枝七年就可以了 那也好, 七年、十年落下 天生天養有榴槤吃 你說得簡單, 還要除草、施肥 然後才有果實 怎樣施肥? 首先看看樹葉, 長得多開 就表示下面的根部伸展得多開 沿著根部, 沖沖沖沖 灑一些肥田料給它 然後再淋水給它 下面的根部就可以接收養分 從而開花結果 那也不錯, 至少你撕完肥有榴槤吃 頭之餘也有匯報 那倒不是, 榴槤樹一年都有兩層 頭做多一點, 尾做少一點 有時候也會例外, 一個也沒有 這麼慘? 是啊 在馬來西亞, 榴槤六月至八月 就是當做的 每天一早一晚兩段時間 熟透的榴槤就會自動跌落地 農民會按時收集 這一天的收成相當不錯 我們當然不客氣要試試 朱女…你有沒有聽過D24 貓山王、竹腳、金磅、D101 那些名字? 什麼名字? 這些是榴槤的代號 這是榴槤的代號 但是我認為名字對我來說不重要 可不可以吃才最實際? 快試試吧 現在我們從最普遍開始吃, 好嗎? 好 這個叫金磅, 為四至六元港幣一公斤 試試看 看起來好像很乾燥燥 吃榴槤一定要吃乾包, 不吃濕包 還要熬得響, 滑滑滑滑滑滑滑 皮看起來乾燥, 吃起來也濕濕 又不是完全乾燥燥, 也不甜 對, 很甜, 像濃香 不過說實話, 壓重點是滑滑的粒 只有很少肉 但是我已經很滿意了, 可以說 好, 這個叫D2 你看, 很軟滑滑滑, 捏下去 差不多爛爛 但是這個不一樣, 豬女 它的口感比較清爽 但是濃香也不得了 濃香, 越濃越濃 它比金磅更濃 這個殼薄一點, 但價錢也貴一點 大約十四至十六元港幣 難怪貴一點, 你看 脫肉吃了多久才看到這些滑滑滑 很厚肉 再來一個, 再貴一點 這個已經很棒, 我很滿意了 要吃就好 這個就是榴槤中的極品 在這裡來說, 叫貓山網 看起來小時候很多 大小是沒有分別的, 不成問題 最重要是總夠美 這個很貴的, 在這裡賣24至30元一k 在這裡屬於極品 你看看我已經在拿大小的, 不用你 我吃過大的 它簡直是乾身的, 你看 不絲手, 剛才的就不同了 比剛才的更加 而且肉質實實, 但很濃味 外面的皮有一點硬 但裡面很酸酸 味道很好 咬完後, 吞了一口 吃一口之後, 它有一種回甘味在口裡 整個口鍋充滿了, 不同 咬一口就一口 吃成那種回味, 很棒 咬在嘴巴的味道, 和你在口裡 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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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越咬越濃 現在吞了, 它還在口裡一直不敢回甘 那種後味道, 咬得很濃 它直線直線, 這裡用的地方 還有, 還有這些稍微小塊 對 你吃吧 很厚, 很濃味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吃的榴槤 實在太香了 竟然引來一個人不速之客 很多蜜蜂飛過來 突然怕拍擺榴槤, 到處都是蜜蜂 蜜蜂很厲害, 我怕它真的… 這塊… 你看, 看, 看起來真的不是我玩 你看, 看起來真的不是蜜蜂 我還想不得榴槤, 好嗎? 據當地的農民說 蜜蜂原來在搬家 這種場面不是那麼容易看到的 還說我們這次看到有運行 是不是有蜜蜂來這裡? 真的有才氣 擾讓了二十分鐘那麼久 蜜蜂終於選在這棵榴槤上蓋新屋 那就一於牠們有牠們蓋, 我們有我們吃 蜜蜂, 先喝流水 對, 真棒, 以蜜蜜蜜蜂也會 榴槤是熱的, 別人教我 如果你用它的殼, 放水就會解掉了 對, 還有, 如果吃完榴槤 發現口有味道, 手有味道 你可以把口咬在白色上 咬開 放水, 會沒有味道, 而且把手放在這裡 這樣 揉一下 我看… 還有一招, 如果你吃榴槤 你覺得熱的時候, 還可以吃 有個山竹也可以吃 是的 好 山竹有果效之稱, 跟榴槤剛好相反 榴槤屬於大熱, 山竹屬於大寒 雖然是這樣 山竹仍然很有食療價值 適量進食, 可以有助清熱去火 由於這兩種水果有互相平衡的作用 所以在種榴槤的地方 農民也會種山竹 而每年到了榴槤當作的時候 山竹也正是成熟期, 特別好吃 據當地農民所說 山竹是有公那之分的 當果實成熟之後 果身如果會滲出黃色汁液的就是公 當地人稱這些為玻璃種 你看山竹, 這些多漂亮 你吃完榴槤, 吃完山竹可以割起來 你知道嗎?山竹有些酸酸的味道 吃下去的時候, 口感會比較清新 就不會覺得太適合了 而且這些山竹特別清甜 肉很爽口 你那個是玻璃種, 特別漂亮 是嗎?試試看 吃完山竹, 通常都解掉了 不要太適合了 吃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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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